大家平时是不是老是觉得 为什么 杀球力量不够啊 高眼球打得慢是不是 有这些问题的同学就是一定要注意 你打球的时候 这个挥速就决定了你球的速度 就是在这里 刚刚这一下 这样一下 这个速度这里啊 决定了你的球速 你这里挥的慢 你的球速就肯定慢 就像我们高眼球是这样打 好 杀球如果要点上的话 我肯定会再加快速度往下压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挥速 这个发力啊 如果你这个发力还是不行 平时不是经常打双打吗 对不对 你先练风网 你把两个手举起来这样子 这个 只练手腕的这里 只练这个风网啊 你看 后场你要戴上脚臂嘛 风网是不用的 你只用 这个手腕这里 也是这个大拇指 一样的 发力基本是差不多的 一样的是这个大拇指 你这样 窝盘窝上一点 然后你去把这个动作挥出来 先把声音挥出来 你听一下 这个声音有了以后 然后你感觉你这个发力能不能发出来 因为还有别的因素 比如说肌球点 比如说脚步到位没有 比如说你前面的动作 你前面的这个举拍 下拍影拍的这个有没有 这些也会决定你后面的发力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这么重要 都是要循序坚定的一步一步来啊 好